雖然我們雖然沒有減少的成績 也沒有 運動會一開始 就是學生的創意進場 有正班前的聖誕老人來發討 沒有超級馬力來做跳舞的演出 是相當的趣味 甚至有班旗來結合他們合式的機械 和主持人或是參英雷儀來加接 都看得到學生的用心 雖然因為反流來襲 聖誕比較多 不過三千塊為蘇星一樣吃一餐 來參加今天運動會 創意進場的時候 已經有好好老師來斷斷 調整沙哈拉沙末的電音三太祖也來出行 早上的酒頭來經營好好好 讓蘇星是真怕虛 除沙哈拉沙末以外 他們目標要到南極 還要到極力去競賽 所以我也在這裡呼籲希望同學 能夠像他們一樣 把身體練好 這也是運動會最主要的目的 每一個人如果能像他們這樣 我相信 除了事業非常順利以外 身體很健康 我相信外地的表現不是這樣而已 在各種競賽裡面 不管是走標、跳遠、叮叮 都只要專利來導致 既然交友像是不斷來團采 雖然不一定會贏 總而是學生參與的精神 不管是運動還是副業 都可以享受好行的生活 全是自己 每天同學們在校園裡面 可以說在這裡過著一個很快樂、很健康、很充實的一個學習 希望同學們在這裡都能夠得到很好的技能 能夠百分百的生血沒有問題 今天學校基本的運動會 也要進行主親老師的表揚 感謝他們的付出 希望在教學團隊的用心之下 和這段學生的結束來帶來他們的活力 在學習上頭有更好的心情 記者 林雲昕 彩虹 伯都